全球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黄宝慧 欢迎收看《会眼看天下》 下任美国总统就职典礼 已经进入倒数季时 全球都已经准备迎来新气象 但是即将下台的川普 却正面对着政治生涯 第二次的弹劾危机 在战2024的总统梦 会不会因此被断送 一路对川普死忠不离不弃的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把握着每分每秒贯彻川普意志 在9号宣布取消台美交往限制 未来台湾政府总统和行政院长 都可以正式访问华府 但是这个声明 不止拜登团队不买单 大陆环球时报更且呛声 要出动军机绕台 两面不讨好 让美国国务院灰头土脸 只好宣布包含美国 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 访台行程都暂时取消 而克拉夫特不来 对台湾来说到底是好事一桩 还是坏事 美台中三方关系 在川普时代结束之后 会出现什么样剧烈的变化 上我们将会有详细的讨论 而首先节目一开始 先带你一起来关心本周的国际大事 美国国会大厦在上周史无前例的被攻陷 爆发了严重流血冲突 而美国总统川普则是被指控 就是煽动支持者攻击国会的罪魁祸首 不止各大社群媒体 马上就封杀川普的账号 美国联邦众议院也在13号 以过半的票数通过了总统弹劾案 让川普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 被弹劾两次的总统 但是由共和党所主导的参议院 火速的表态 表示不会提前审理川普的弹劾案 要让川普顺利的结束任期 风光下台 而川普为了展现自己改过自新的一面 在FBI警告 20号的就职典礼上 恐怕会爆发武装抗议之后 也随即在12号宣布 华府进入紧急状态 甚至让美国国防部 重兵部署2万人 协助拜登就职典礼的维安 试图消除国会两党对自己的不满 在佩洛西的宣读声中 川普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个 被二次弹劾的总统 其最壮就是煽动国会暴动 那批川普支持者举起旗帜 呼喊口号 六日无余警闯入国会山庄 现场警民对峙 让紧张情势升到最高点 画面中这名站在防线前端的远警被夹在人群之间 更一度遭玻璃门夹住动弹不得 痛苦的哀嚎求救 但就在川普粉丝闯入国会前 一段白宫内部画面流出 这是一段川普与清新幕僚在后台观看机会转播时的画面 白宫幕僚长梅杜斯也跟着入境 还开心竖起大拇指 影片曝光后再度引发外界争议 整起暴乱造成五人死亡 其中包括一名远警 遭到民众攻击后 回到警局倒地不起 松一强救后八日不治身亡 还有示威者在混乱中趁火打劫 偷走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办公室的一部笔电 部分电子装置遭窃 恐怕将危及国家安全 而此次暴动也造成民间虚声一片 推特 脸书 YouTube 等网路巨播 罕见新年薪联手封杀川普 就连川粉爱用的平台Powler 也被苹果 Google 急忙下架 川普以网路治国的时代暂时落幕 为了推翻选举结果 川普上演的大闹剧 不只舆论一片岛 就临次家人也急着切割 而另一头的民主党 11日更启动恶度弹劾川普的程序 国会民主党仍积极推动弹劾程序 中医院对副总统彭斯下了最后通牒 呼吁他动用宪法第25条修正案 主动将川普赶下台 虽然彭斯随即表态拒绝动用宪法 罢免川普 尝试为父辈受敌的川普保住一线生机 但中医院不甩彭斯 仍旧在13号以过半票数通过弹劾案 其中包含10位共和党议员导歌 投下赞成票 部份党派要川普为这场闹剧负起 权权责任 不过想要川普在1月20号前就下台 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即使弹劾案已经确立送审 但目前参议院仍在休会阶段 最快要到19号才会复会 这意味着参议院省理弹劾程序 将由民主党掌握了新参议院启动 而川普似乎也在努力挽救自己 任期最后的名声 就在坦克案通过后 川普随即透过白宫推特发表影片 对坦克一事不仅置之未提 还对国会事件表明立场 明确谴责暴力行为 试图缓解社会紧张氛围 不过这声明似乎来的有点晚 就在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提出警告后 白宫随即在11号晚间宣布 华府开始进入紧急状态 直至24号为止 现在有15000名国民兵在华府部署 协助拜登就职典礼的为安工作 川普难得对拜登就职典礼的大事如此上心 或许是想在最后时刻为自己拨点好名声 但这期间所造成的民主伤害 却是难以抿平 川普遭遇社群联手风沙的消息传到欧洲后 批评神浪不断 梅克尔透过发言人表达立场 认为言论自由 不该被社群平台高层掌握 而距离拜登新政府入主白宫的时间 也开始进入倒数 最后100个小时 究竟美国能否和平移交政权 目前各界仍在持续观望 记者林湘玲 许出新综合报道 距离1月20号 拜登就职典礼倒数4天 美国总统川普也把握住 任其最后积极稳固抗中立场 对台湾送出大礼 不仅是签署了台湾保证法 让美国对台均受常态化 国务卿蓬佩奥更是在9号发表声明 取消台美交往限制 台湾的政府总统以及行政院长 访问华府进行官方的正式交流 将再也不是梦想 但是先前被证实 将会在13号到15号访台 会见总统蔡英文的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 形成确实无预警的临时函卡 改为在13号的晚间 与总统蔡英文视讯会面 克拉夫特事后推文 强调台湾是美国的朋友与伙伴 未来美国也会继续和台湾站在一起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号宣布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 将在13号至15号之间访问台湾 行程曝光包括与总统蔡英文 和外交部长吴钊席会面 还要在外交学院公开发表演说 但访台计划却无预警 在12号临时喊卡 据理拜登团队接手白宫 剩下不到5天时间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欧塔加斯12号发声明 表示为了完成平稳有序的交接 取消本周所有高官的出访计划 克拉夫特访台的行程 也因此被迫取消 原定和总统蔡英文会面的行程 改成13号晚间的视讯会谈 但克拉夫特不忘强调 会持续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 美国与台湾永远都是民主盟友 就在宣布克拉夫特访台之后不久 美国国务卿蓬佩欧随即就加码 于9号宣布解除台美交往限制 声明中指出台湾是美国可信赖的合作伙伴 过去美国自我规范官员和台湾互动 是为了安抚北京 但之后再也不会如此 宣布解除所有这些美国的自设限制 这也代表未来包括台湾政府总统等首长 访问华府 官方高层间的正式互动再也不是不可能 除此之外 国防官员不得穿着军服进入五角大厦的限制 也通通都被取消 虽然自川普执政后台美关系有大幅的进展 但这回蓬佩欧选在新旧总统即将交接之际 不寻常且不合一的一连串举动 不只引发外媒关注报道 更引发大陆强烈不满 我们坚决反对美方与中国台湾地区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要求美方立即停止错误的做法 民进党当局顽固依美谋独 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必遭远程 不只大陆国台办再三强调反对台美官方往来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撂下重话 表示美方执意妄为 必将付出沉重代价 环球时报甚至报道 若蓬佩欧在任期内访台 届时解放军战机将在第一时间飞临台湾上空 面对大陆出言恐吓 民进党当局似乎没放在心上 川普政府试图在任期最后 巩固强硬的抗中格局 在抗中大将蓬佩欧努力下 台美关系看似越近了一大步 但即将入逐白宫的拜登团队 是否川规拜随还有待观察 川普下台 拜公换任当家后 取消台美交往限制的声明 能有多少效果 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记者林湘林 许竹新综合报道 北韩从5号开始 在首都平壤举行 劳动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 不止时隔5年重新修订劳动党的党章 更出现了人事大抵震 在这次全代会中 北韩宣布要重新恢复书记制 推举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为总书记 但是金正恩的包妹金宇正事 却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 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当中除名 会议中北韩更且强调 将重启核武来对付最大的 主要敌人美国 过去金正恩和川普 称兄道弟的场面 在白宫换人当家之后 似乎暂时很难再出现 美国政权交替前夕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身穿黑色人民服 在北韩劳动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亮相 会议现场超过7000人 以及领导人现身 全都激动地起身鼓掌 换身雷动 不过仔细看 严肃的大厅走廊上 却挂满了整片金正恩 身穿白色军装 骑着白马的督服巨型沙龙罩 数百名官员经过时 还得上前朝圣 以表达对领导人的敬意 为了进一步稳固金正恩的地位 劳动党睽違五年重新修订党章 回复书记举制度 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没有意外随即被拥戴为总书记 但是从去年以来 多次代替兄长对外发声 被外界视为金正恩发言人的 第一副部长金宇正 却意外不见踪影 甚至被发现 金宇正从原本战友一席的 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中 被踢了出去 劳动党部长名单上 也再也看不见他的方名 预料之外的操作 让外界对北韩内政的猜测 甚嚣存上 除了内部人士大地震 北韩的对外政策 似乎也正在出现转变 从2018年至今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 三度联媚演出川金会大戏 虽然三次会面都没有实质效果 但双方谁都没有捅破窗子 继续维持表面和平 然而就在北韩第八届全代会上 金正恩却直接把话说死 叠名美国就是北韩最大的敌人 而川金会最关键的朝鲜半岛物核化议题 金正恩更是甩都不甩 直接宣布北韩已经成为负责任的勇和国 未来还会继续强化军事能力 继续推进核武发展 来达成祖国同意的目的 对于现任美国总统川普 留下的川金会政治遗产 即将解放的拜登兴趣缺缺 拜登曾批评金正恩是恶棍 北韩媒体也不假辞色 火速回抢拜登失条疯狗 等到1月20号 拜登正式入主白宫后 朝美关系恐怕更加冷冰冰 再加上北韩虽然号称领确诊 最近却多次向国际询问疫苗状况 恐怕内部正面临着新冠疫情 和锁国重创经济的双重打击 就怕当北韩经济濒临崩溃 会再次采取军事冒进 面对金正恩的何无靠题 拜登团队如何答却将大大影响 朝鲜半岛的未来命运 记者林湘玲 徐竹心综合报道 最近北半球天气急冻 不止台湾的太平山和欢山都下雪了 一片的银白世界美景 引发一波追雪热潮 在西班牙也因为急冻天气 出现了近50年以来最严重的雪灾 在首都马德里 因为汽车通通开不了 有民众干脆拿出了滑雪板当代步工具 而在亚洲的韩国 中国大陆和日本也从7号开始 连日下起了大雪 在日本东北的北陆地区 积雪甚至已经超过了一公尺 造成了上千辆汽车受困在高速公路 目前已经传出至少11人死亡 还有数百人受伤 霸王级寒流侵袭亚洲 让日本北陆地区 从7号起就连续降下大雪 积雪的厚度超过一公尺 就算一个成年人从屋顶上跳下来 掉落雪堆中也不会受伤 还有民众上传自家清理屋顶积雪的影片 宛如雪崩的场景超级惊人 秋天线也洞北条 受到大雪和强风的影响 造成近四万户住宅停电 连暖气都开不了 北陆地区一度传出有超过1500辆汽车 因为风雪受困高速公路 公共运输也暂时被迫停驶 大雪灾情已经造成日本至少11人死亡 超过330人轻重伤 让当地政府紧急呼吁没事 千万不要随意外出 而在中国大陆也因为气温太低 出现冰雪奇景 江苏南通今日气温实在太低 湖面结冰的速度太快 造成原本在水下游泳的鸭子 想上岸时竟然撞墙上不来 只好出动主人打破冰面 帮助鸭子逃生 而在河南新乡则传出 宠物乌龟晒太阳 却在户外意外冻降的搞笑事故 原以为乌龟八成已经密上黄泉 没想到四主下定决心 准备将乌龟放到热水中煮汤时 乌龟竟然奇迹解冻活了过来 让一家大小喜极而泣 距离中国大陆不远的韩国 同样大雪封城 甚至因为路面湿滑出现交通乱响 首尔出现巴士打滑 直接撞上轿车 中间车辆当场成了夹心饼干 惊险画面让人忍不住捏把冷汗 高速公路上也有不少车辆因为低温动弹不得 交通大打劫 欧洲同样风雪肆虐 在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出现了50年来最严重的雪灾 造成上千辆汽车受困高速公路 甚至传出至少4人死亡 当地消防员紧急出动 协助所有司机撤离 军方也努力开道清理积雪 恶劣的天气让海陆空交通全面暂停 学校也停课 当地民众干脆苦衷作乐 在大街上直接打起了雪仗 有人享受堆雪人的乐趣 还有人在大马路上直接穿上滑雪板充当代步的交通工具 但目前全球新冠肺炎正在发烧 寒流未北半球带来的低温 将会延长新冠病毒的可存活时间 对全球疫情来说恐怕是雪上加霜 幸好这波低温与疫情的双重夹击 并没有持续太久 13号天气渐渐回暖之后 也让亚洲各国的防疫工作 暂时获得了一个稍稍喘息的时间 记者林香玲成就于综合报道 距离农历新年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而1月28号大陆14亿人口的大迁徙 春夜也即将要展开 但是关键时刻 河北省却爆发了超过30起本土病例 其中重灾区 河北省的石家庄市和邢台市 在7号宣布封城之后 更进一步的要求两个城市之内 将近2000万的人口 必须要通通在家隔离7天时间 严峻的疫情不只是惊动了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下令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到当地进行实地考察 也让外界忍不住怀疑 这是否就是中国大陆一再推迟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团 到武汉进行疫调的原因 世界卫生组织组成专家调查团队 准备前往大陆武汉 调查新冠病毒起源 但大陆方面却迟迟不发签证 是为秘书长谭德塞罕见说重话 非常感激烈 因为两个人已经开始了旅行 而其他人在最后一段时间不可以 也正在全力地开展疫情防控 卫生防疫部门和专家都在全身心地 投入紧张的抗疫工作 尽管如此 从支持国际抗疫合作出发 中方仍然克服困难 加快推进内部的筹备工作 经过双方协商 世卫专家团终于在14号进到武汉 但专家签证多次卡关 也让外界忍不住猜测 是不是这个原因 石家庄市正在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全市所有车辆及人员均不出事 大陆河北省从1月初开始 出现超过300例本土病例 进入战时状态 拥有1100多万人口的河北省 省会石家庄 和有着700多万人口的刑台市 从7号晚间开始宣布封城 所有车辆人员不得外出 严峻疫情也让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不得不亲自下令 要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在6号到8号期间到河北重灾区 进行实地考察 强化隔离点和医院的交通管制措施 但封城还不够 两天后石家庄和刑台 再宣布市内的所有居民 统统要居家隔离至少7天 这期间超商将会全面暂停营业 如果居民需要任何补给 只能透过网路下订单 超市的货架好多东西已经空了 因为这是没有办法 不知道疫情何时才会获得舒缓 和封城带来的紧张感 让石家庄和刑台的物资价格 一度居高不下 但快递小哥火速上工 再加上当地政府出手干涉 让生活物资短缺的情况 迅速出现好转 河北省政府也把握黄金时间 从6号开始展开第一轮全民核酸检测 1300万人快速完成筛检 企模版的火眼实验室也连夜改工 只用21小时就在8号建设完成 投入使用 但河北省疾控中心追溯病毒源头的结果出炉 却让大陆政府忧心忡忡 基于现今发现的早期病例发病时间点 和病毒的传代时间 初步估计0号病例要早于12月15日 根据调查结果 河北省此次爆发的疫情中 第一例确诊病例并不是0号病人 怀疑病毒的源头是通过机场输入 到底来自大陆内部其他地区 还是海外的其他国家 科学家没有答案 但找不到0号病人的恐慌 已经渐渐在大陆蔓延开来 我们将全面有序地推进 高感染风险人群 高危人群和普通人群的接种工作 并实施全民免费接种 为了消除民众疑虑 大陆讨论多时的全民接种政策 在9号正式拍板 14亿人口注射疫苗 5600亿元人民币 折合台币约2.4兆的花费 将由大陆医保和财政共同负担 民众个人完全不用负担任何费用 符合条件的群众都能实现 大陆医学专家乐观表示 只要大陆一半人口接种 疫情就会在六七月出现转列点 全民接种更是可以彻底阻绝 新冠病毒的境内传播 但目前大陆疫苗才开打一个多月 完成900多万剂的注射 短短两周后的1月28号 14亿人口春允大迁徙的防疫期末考 就要正式展开 为了交出漂亮的防疫成绩单 大陆政府恐怕势必得绷紧神经 掩正以待 记者林商林 唐一泉 综合报导 极尖奥现任的川普 因为他掀起了美国国会山庄 在1月6号的暴动事件 使得美国社群媒体跟科技巨头 都联手出招 封杀川普 在政治上 川普通常是遭遇到空前的难堪 由联邦众议院的议长 裴洛西所发起的弹劾案 正是对川普展开了追杀的行动 美国一个历史悠久的民主大国 从2020年跨境2021年 让全世界见证了开民主倒车 可以有多么的荒谬 但是川普会这样就束手就擒吗 在剩下不到100个小时里头 美国还会再演出哪些精彩的好戏呢 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 美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 吴董 欢迎你 以及资深外交官 介文及介大使 欢迎介大使 来到这个节目当中 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 欢迎两位 那么首先我们就知道 我们看到了1月6号 写见美国的国会山庄 震惊了全世界 那一天我们还特别就电话连线 紧急找到了介大使 谈这件事情 没有想到这几天 美国的变化的迅速 真的让人瞠目结实 我看资深的外交官 也很难见识到这样的一个场面 但是我们除了瞠目结实 我们还是要来拆成两个面向 几个面向我们来谈谈美国 首先聊一下 究竟最近事情 这个联邦众议院议长 Naisy Pelosi 她这是川普最痛恨的女人 最终还是这个女人出招 让她这个有这个 可能也是她致命的一级 培洛西她动作非常快 1月7号她就召开了记者会 她呼吁副总统彭斯和川普内阁成员 要援引美国修正案 第25的这个修正案 让川普提前下台 那么甚至这个培洛西抨击说 美国这个国会的警察局长 桑德你很无能 你要我要你辞职 就桑德有确定1月16号 他就会离开现在的职务 但是彭斯副总统是拒绝 让川普提前下台的 那么所以培洛西就宣布 在本周就审议弹劾了美国总统 那么川普这样的一个决议 即使这个举动 本来拜登是不是很赞成这件事情的 但是培洛西就是执行 执意要执行到底 首先就请教吴董 你怎么看这一连串培洛西的就责行动 目前众议院就是已经投票 通过了川普的弹劾案了 那么这当中还包括了 有十位共和党的人士 是投下同意票的 川普这个共和党共主的大梦 还能够继续吗 董事长 我想川普已经丧失了 这个所谓的共和党共主的大梦 因为最明确就是 他目前现任的参议院的领袖 麦克罗里尔 他已经公开跟纽约时报 表示过两次 他欢迎这个 就是这个弹劾案的进行 对对 而且如果是到参议院的部分 就已经先辞掉了那个运输部长 是 而且他老婆第一个字 所以在下一轮进到参议院以后 等于说明年 等于拜登任期的时候 据我估计的话 这个弹劾案还是很有可能会通过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来讲的话 要提到拜登本人的态度 在美国政治的传统里面 就是有个人的观察 他从来没有后任去追杀前任 所以在政治上来讲的话 他不会做这种事情 拜登不会主张去追杀 会主动的去找这个 去报复川普总统 这种事他不会干的 因为一旦这种事情开地的话 以后就不断的就重复这种复仇政治 所以台湾有曾经发生过 就是有曾经发生过 继任的追杀前 民进党认为说阿扁是被追杀的 当然这个里面阿扁因为贪污 这个还有有待公论 但是美国有这个传统 第二点我要解释一下 所以不管是 然后但是在这个罢免案 或是就是宪法25条的修正案 或是现在的弹劾案 这两个作为方式 都是属于政治动作 我们把它归类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诉讼 他现在其实这一次的 所谓的包围攻击 这个国会山庄这件事情 在美国或是说 美国上下一次法学专家 包括检察官也认为 这个是一个犯法的行为 是一个暴动 甚至于说美国国防部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包括参谋全体认为说 这个是一场政变 所以因此在这个部分 他应该有触犯到 所谓的联邦的法律跟地方 跟联邦法律跟美国 跟DC的地方的法律 如果有触犯到美国DC的触犯 DC地方法律的话 那个是属于总统不得赦免范围 所以他现在在考虑的问题 我认为他下面会面临到的 有可能会通过的这个impeach 就是所谓弹劾案 有可能会通过的这个法律的诉讼 那诉讼的性质是哪一类 都会造成川普以后的很大的困扰 最大的困扰就是怎么样 会让他2024年没有办法东山再起 这一项来讲的话 如果我个人认为在政 所以我刚刚分裂一个是法律作为 一个是这个政治作为 如果这个弹劾案通过的话 参议院通过 我相信共和党就没有人力提名 一个弹劾案通过的总统 来担任2024总统的候选人 这个可能性 党提名的可能性完全没有 我们先启架一下 那个介大使来跟我们讲 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弹劾流程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到底有多少道的程序需要经过 请介大使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它是蛮复杂的 他本来先要调查 还有各种程序要在众院先做 那么他有很多听证会 可是这次Pelosi 他最痛恨的男人就是川普 终于抓到机会了 所以他程序非常快 他这个就立刻就付诸表决了 成案就付诸表决了 短短的数日之内 成案付诸表决 所以他这个 所以这个本来就很多程序 可快可慢 那众院是成案 可是呢 决定呢 是参院 众院可以用简单多数决 是 因为众院本来就是在 民主党掌握多数之下 所以说有十个这个众议院 众议院的那个共和党众议院讨票 其实本来也不影响大局 就是锦上添花 本来民主党就可以过这个案了 所以再来的问题就是说 能不能够在参议院那一关 好那就是说 那参议院那一边的话 我们在众议院这边已经过半数了 那么在参议院呢 要经过多久的时间时程 然后要怎么样的一个程序 比如说要多少票 那他才能够真的是被 就是定案说他是被弹劾了 这个是非常难过的一关 叫三分之二多数决 三分之二 也就是说今天你要拿到67票 对啊 100票三分之二 67票你才能过 是 那现在美国参议院是50对50 是 我说也就是今天要有13票 共和党的参议院跑票 才能够过这个案 那过去美国的这个 几次这个弹劾总统案都过不了 就是因为这个高门槛 那现在看不出来 共和党的参议院 有这么多人要 要今天 要倒戈 因为川普不是 不是一个人 川普应该讲 川普加7500万票 是 这7500万票 都是共和党的票 对 那这个川普事实上 他今天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 他挟选票以令诸侯 这7500万票就砍掉 变成 3500万票的话 他可以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你们今天将来哪一个参议员 你今天倒我的歌 下次你选举你看好了 我就叫川粉 让你下台 对 而且川粉刚刚这个川普已经决定 他现在要去开一个电视台 川普不会放弃的 是 我那天 所有的社群媒体封杀他 没有关系 我自己开一个电视台 他在民主社会谁最大 选票最大 我有7500万票 我就是 而且我今天 我打不垮你 拜登 因为你拿了8000多 我绝对可以打垮你共和党 所以已经有人在传说 共和党今天如果跟川普搞撑的话 川普另立一个党 不是不可能 那跟随他人 那共和党不就垮了吗 所以今天共和党事实上是一个大危机 所以他们在这个川普的问题上 不是决定川普的生死 是决定他共和党的生死 好 那还再请教一下 介大使 拜登一开始 总统大选 拜登一开始好像不是很赞成 说在此时提出这个要对他弹劾案 就是对川普总统这个弹劾案 但是参议院14号表态 不会在就职典礼之前来审理这个弹劾案之后 拜登去有改口 表示希望参议院找出方法处理弹劾案 也致力于国家的其他的紧急事务 那么想请问介大使造成拜登 他态度突然之间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不要在他任内发生这些事情 我觉得拜登这个老先生 心脏还算蛮强的 这么老年纪做了总统 这个上台上得这么困难 是这么的辛苦 而且现在我大概看了 我刚才看了一些 听了一些朋友在华府的 现在华府现在是风声鹤唳 一万五千名国民军已经进去了 在各地设关卡 把华府割了切了好几道 切了好几块了 而且现在华府是所谓紧急状态 是华盛顿特区的市长要求 川普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一万五千人国民进驻了 那处处都是铁炸 处处都是路检 那华府现在是濒临作战 那你今天拜登好了 本来当总统是个喜事 你给我搞成满城镜是什么黄金甲 什么甲都好 这个总统就出眉头了 而且你当了总统 人家就这样 当了总统每个都想做全民总统 好你还没当总统 哇美国已经变成四分五裂了 他怎么做事 所以当然拜登他基于自己的利益 他希望美国不乱 可是我们这位川普是够狠 因为为什么 他昨天我看电视上 他在德州讲话 我们知道英文他用了一个字 他就讲说你们不要想弹劾我 那是不可能的 他说你们这样做最后就好 让你自己萤火粉身 他说这会让他用那个字叫haunting haunting就是好 我让你一直害怕 一直恐怖 恐怖 英魂不散 这些事情会追着你一直 那他今天已经吓很快 一路就追杀你 一路追杀我 我也让这种恐怖的阴影 一直追着你这样 一直追着他 所以川普 我听他用了这个字 我说哇 这个人不要惹他 他总统跟他干完四年 然后他安安静静的下去 对拜登有好处 要不然的话 美国这个国家 我们常常去讲 我开玩笑说 有战斗民族什么俄罗斯 我在美国住了八九年 我觉得美国民性强悍 你看美国警察 为什么常常要打死 在这样打死别人 因为美国警察被人家打死的 负荡也很多 每个人都有枪 所以这个美国是一个 如果动乱起来 相当相当难以控制的一个国家 那现在他已经到这个边缘 那拜登先生78岁了 做总统 他能够就是说安安稳稳 就好了 现在我想川普也就看准他这一点 是是是 那所以这个后面 我觉得美国热闹了 而且我并不是那么乐观 这些事情可以善聊 可以善聊 千万不要惹火了川普 所以吴董 记得这句话 你就是那个让这句话 一语成谶的人 为什么呢 你就说要注意 川普有恐怖14天 在他这个 他的这个交出政权之前 有恐怖14天 一开始呢 本来是按照剧本在走的 1月6号 国会山庄的暴动 紧接着呢 哦 这个蓬佩奥就出来宣布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克拉夫特要访台 然后再给你加码取消了 现行美台交往限制 1月12号又召开记者会说 盖达组织新的基地就在伊朗 感觉伊朗这枚棋子 川普还是要掐在手中 吴董你怎么看这条剧本 我们回头去看 我过去这两个月的说法里面 我一直认为 发生事件的时间点 是1月6号到1月20号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我重复了在各个 在各不同 在节目里面重复了很多次 我没有想到 发生在国会山庄 这个完全出身例外 这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而这个事情 因为台湾人的感觉 没有美国人的感觉 那怎么那么实在 因为我们台湾也发生过 立法院被侵入 然后居然 然后太阳花这些人 还去当了立法委员 还成立一个政党 在美国来讲 你知道这什么事情吗 你知道这奇耻大辱 这是民主整个猛羞 整个让全世界人 看不起美国人 所以这个是个 非常严重的事情 结果它居然川普干出来了 所以现在为什么 美国人那么愤怒 为什么佩洛西非要立下誓言说 我老娘绝对不跟你下面 继续选总统 这个冲突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个事情伤害很大 所以那这个事情 因为爆发太大了以后 相反的物极必反 反而让它丧失很多 在最后这14天中的能量 最大的伤害是什么事情 就是我刚刚讲的 参谋长联席会议 集体开始宣誓 效忠拜登总统 这个是一个历史上 也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第一次 哪有这种民主老牌国家 这是第三世界国家 才干这事情 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相交共和国才会有的事情 这个太可怕了 为什么 因为他说我有兵权 你知道吗 他还是三军统帅 所以逼得米勒出来 开记者会宣布说 拜登是我们的总势力 对 就讲得那么清楚的话 参谋首长 你会讲 掌握军权的 组织 chief 他其实就怕那个足球 就是那个核弹 弹足球 对 他怕那个核弹 因为目前的核弹的密码 只有一个 只有川普吗 还有人 但还有对应的军方 应该组织 chief要有 参谋首长 你看国防部长应该也有 但是他现在 所以川普总 联系会议主席 集体做了这个会议的宣誓以后 他等于解除他这个 解除这个危机了 他没有办法再行使任何的 所谓的对美军的指挥权 所以因此相对的 我原来最担心出发的 两个争论地区 一个是伊朗的军事行动 一个是南海的军事行动 看起来应该这两个都没有了 他没办法了 这没有了 所以你相对 你后面再看到的 蓬佩奥本来要去欧洲的访问 本来这个Catty Craft 要到台湾的访问 通通一夜之间 一夕之间 全部喊停 为什么喊停呢 就是拜登政府 拜登介入了 真的是拜登介入了 拜登介入了 因为这时候在国家危机状态 我不take over 我不接管你这个政府的 不管你这个政府的 你会继续乱下去 就它很快的情势 由拜登团队接管了 其实现在已经 所以已经接管了白宫的 整个的指挥权 第一个就是川普党 联系会议主席的一个表态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军方一表态下来以后 他行政部门自然就全部都配合 他还有大量行政部门 你知道吗 不是只有特任官 不是政府官 我还有事务官 你走的我事务官还在 事务官就正当地维持法律 或宪法的尊严 这时候来讲 我已经拒绝接受乱命 OK 好 那川普选择在这个时候 就是又把台湾打高了 我们看到这个克拉福特 本来是要在 就是要到达来台湾了 还排好了 要进见蔡英文总统 还要去外交学院演讲 什么外交部长还说 要讨论台湾如何参与国际组织 再度把台湾打高 那么台湾政坛 有不少人是乐见此事 但是也有人报纸的 简讯态度在看 大使您提过 台湾要注意自己的立场 那么现在的台湾 被川普跟蓬佩奥 这样子推着走 未来该如何应变 还有你怎么看 北京当局的反应 我觉得我们台湾 应该早几个月前 就应该把重点放在拜登 而不是把重点 还放在川普身上 而且川普该跟他 say no的时候 早就该say no了 你看这次欧盟这些国家 就跟蓬佩奥说 对不起不要来了 对 那我们这次说实话 我们连不敢讲 我们在国际形象上 受伤蛮重的 人家第一个就是说 你怎么会这么欢迎他 你知道他最后只剩下 不到十天的任期了吗 八天 八天任期 他到你台北以后 你居然还说 要跟你加入 帮你加入联合国 对不起他八天以后 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了 他怎么帮我们呢 所以这个部分 但我是觉得我觉得比较重点应该 所有国家都已经把重点放在拜登身上的时候 我们要研究拜登怎么想法 另外去影响他 那这个才是我们这一个时期工作重点 那川普不是我们现实 我们不能不现实 我们的顾虑是我们两千三百万人的生活 跟安全跟福祉 将来最终要影响到的 这个就是拜登 那你看我们跟拜登 我们从来很少提到他 我们政府都没有说 我怎么有跟这拜登有什么互动 让我们大家觉得安心 从来拒绝承认压错保 对 而且我们还做了一个 很荒谬的一个论断说 这个Craft来台湾 是我们跟美国光交上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那我就不晓得说 一个退役要卸任的 前任的政府官员 尤其在他的老板 川普在华府 现在在美国被人 受到这么大争议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脱离 我们要赶快脱离 跟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些瓜葛 然后呢实际上 把所有的重点放在拜登身上 早就该这样做 可是我们也是来者是客 我们也说不出说晚谢 对 因为这也是美国方面 宣布他要访台的 是不是 不过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受伤了 我是觉得就是说 当初接受他来 我们又公布了一个 我们这么高层的这个 这么高层的一个 已经公布了 第一天觐见蔡英文总统 在总统府接受吴宴 然后第二天要去外交学院 然后怎么样 都已经全部演讲什么都排定了 我是很不愿意讲说 这个卡拉夫特他这个官是怎么在什么层级 因为很难算 因为他这个官严格说起来是买来的 他捐了两百万美金 他是 仇佣啦 共和党的大金主 他曾经是美国驻加拿大的大使 对 然后他是美国所有任上 在加拿大住在时间最早的一位大使 他事实上的话 他就是一个 等于说就是一个 他读稿级 他在联合国当大神 下面给他稿子 他就念就对了 那美国外交官 他在美国的外交界是没有地位的 那充其量 你说他今天住一个做联合国大使 他在他外交部的 对吧 副司长级 那你一个副司长级的人 大使大卫等同于副司长级 司长因为司长都非常高了 你像我们那个Kirk Campbell 他也不过就是司长级 司长级 所以这种级的这个官员 又没有影响力 又要下台的话 你国内给他这样子规格的接待 事实上是违反外交惯例 我们这个部分 这就有点上市对下市 对 是不是 因为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 你来的是总统 我就总统出来接见你 你副总统 我就副总统 你部长我就部长 对不对 你怎么会把一个这样子层级的 把它拉到这个规格来接待 这个又有损我们在国际上的名声 人家说你也做太过分了 尤其是新加坡 新加坡人家有弹丸之地 新加坡总统出来 他也不是随便就跟你见 谁都可以 他谁都见的 人家国家有国家的尊严 国际有国际的惯例 是一个对等 那你今天把一个要 不要这样 先不想要叫卸不卸任的问题 光它的成绩来讲 我们把它的破格破得太高了 而且各位我们对它的期望 也有一点不切实际 那不过整个说法 我还是觉得 现在应该把重点放到拜登这一团队 拜登团队几十个人 你去接触到哪一个 对不对 那你要去做这件事 而不是还把时间精力 所有的都放在川普这个团队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对 亡者亦来者可追 那我们来看看 也即将要卸任的蓬佩奥 他的角色非常特别 国务卿蓬佩奥 他即使在国会山庄事件之后 副总统彭斯选择 跟川普总统保持距离 但是国务卿蓬佩奥 他没有就弃川普而去 他反而是更坚定地 在执行川普交给他的任务 吴董你怎么看 川普跟蓬佩奥之间的互动 其实有人说蓬佩奥 他也是2024年共和党 非常有希望 出来竞选总统的人 有两个很标志型的人物 一个是蓬佩奥 一个是Pence的 不是副总统 这两个人的态度 本身表达的 都对川普有相当程度的温暖 然后这个温暖的 其实也背后有现实 就是刚刚捷大使讲的 七千五百万票 每一个人都看上他的七千五百万票 都希望拜登能够被弹劾 都希望川普能够被弹劾垮台成功 然后他们去接收 跟他们自己无关 对对对 让他们去接收 他们想接收 他们需要老川快点倒台 然后他来接收 所以每一个人都跟他保持 一个适当的距离的关系 其实我们也看到新闻也报导说 国务院私下有在研究 这个宪法25条修正案 到底怎么样执行 包括有三个代理部长 能不能够参加投票 这是蓬佩奥干的事情 所以这是双面的想法 真正的现实面 就是说他们都是想要担任 2024的总统候选人 蓬佩奥后面也有庞大的新组团 他的条件各方面都很好 而且他的为什么 所以他表现非常的属于对中的态度 很坚定 坚定 那这个坚定代表着 跟他们的共和党的基本教育派 也是非常的直接的团结在一起 是是是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事情 至于说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我觉得介大使刚刚对某一个白痴的 个人行为高估他 因为你不了解民进党政府 我是民进党员 我非常了解 这是一个白痴而已 其他人老君很清楚 我们的蔡总统 每天想的事情 像老代瓜里面 现在只有拜登 小弟在别的节目上面 我公开呼吁说 我只爱拜登 I love Joe Biden 我爱死拜登 好 我们这个是代表台湾的真正的民意 跟我们民进党政府 真正的主流意见 是 那我们看本来是1月13号 飞来台湾访问的克拉佛特 就前一天 我们都已经预期 他的飞机应该起飞了 就是但是呢 国务院发言人 奥特格斯 他就发表声明 表示有鉴于 接下来8天之内 要完成平稳有序的交接 取消本周 所有美国高官的出访计划 所以被取消的访问 不只是有克拉佛特访问台湾 还有蓬佩奥国务卿 他访问欧洲 介大使您怎么看着突然的宣布背后 真的就是拜登团队介入的力量吗 我完全认为 我同意吴董事长的说法 现在事实上这个拜登的团队 已经提前接管了 尤其在军事外交这两块 是 因为这两块太敏感了 如果川普继续 他们这个就是说 叫这个埋地雷 或者我们台湾 我们现在茄子弹肠 那首歌叫 浪子回头说 冲坑啊 就挖洞给人家跳 他现在拜登受不了 你老是把这些洞挖着 台语说救着好把狼戏 对啊 就是说他现在冲坑 你冲坑的话 将来拜登就随时就会掉下去 那他受不了 所以他一定要提前接管 那提前接管 说实话 那今天如果 这个卡拉佛特到台湾来 又讲了一大堆支票 空口说白话 那最后人家就说 你看拜登都不做不到 我们要感谢川普 他讲了一些空话 这不是有可能啊 所以现在这个时段 其实是华府很混乱的时候 很混乱的时候 很混乱的时候 那已经混乱到 还没就任总统 就要把军事跟外交权 先掌握在手里 他掌握得住 平常掌握得住 为什么 因为川普跟所谓 华府的建制派 关系非常恶劣 因为他每天 他这个完全不把这些建制派 建制派 美国华府建制派就是什么 专业官僚 这些意见领袖 这些智库学者专家 对不对 这些 还有这些重要的游说者 这些都是美国华府 他们永远在那个地方 他建制派 川普去根本不当一回事 所以他们老早对川普不满了 所以拜登这个时候 把要搜权的时候 在川普还没有 真正军服还没交出来 他全已经没有了 所以这次我想 蓬佩奥他还是国务卿 他想去 当然想出去玩一玩 毕业旅行 谁不喜欢 去不了 对不对 蓬佩奥的到不了台湾 我认为就是川普搜权 据说真的是 比利时 布鲁塞尔 欧盟说 请你不要来吗 蓬佩奥 真的也是 也是一方人物 他其实上去法国 人家就给他小鞋了 就给他好好好 就让他蛮难看的 可是他好像都不在乎 对不对 他还是照去 对 当然北约也在那边 他还是有办法可以去 那可是这一次 是美国自己宣布不去了 美国自己宣布不去了 所以这个猫腻 我认为就是在 拜登搜权了 不让他再继续再搞了 因为你挖了 你埋了那么多地雷 将来都给 拜登政府去采 对你看他现在 不是只对中国大陆 做了很多事情 他这个伊朗 北韩 他前一阵子又开始 征这个欧盟的 好像是 有一些农产品 开始加税 是他要下台了 做这些事干嘛 对不对 当然是让拜登将来 做事情的时候 爱手爱脚 所以拜登真的是说 他真的是忍不住 那么就也不管什么 体制不体制 就把全就收到了 好 剩下不到100个小时里头 川普还会再制造 什么样的惊喜 送给全世界吗 董事长 我觉得川普现在已经够倒霉了 因为他的 你看那个纽约市市长 也把他的高尔夫 酋长也收回去了 然后解除他合约 他儿子的公司 也保受了他的这个 也受到不同 也被可能解约的条件 然后所有的媒体也封杀他 在现在的情况 100个小时之内 他川普 因为他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前面这个 Captal Hill这个 国库上就搞过了 搞过了之后 反而上失了后面的运作 的那样 否则其实他没有搞过的话 他现在还是能够 就是会可以在国防 跟外交上大有作为的 那内政部分 他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 好表现的话 所以我认为川普现在 目前是属于首次作战 然后他就恐吓 然后就不断地跟他的这个 他的选民 因为不要忘记 他现在还是福音教派的教主 现在已经是冬天 现在是在Happy New Year 在新年的气氛情况之下 他跟这些福音教派之间 还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他们教派跟教派之间的 教会是全国性的 那个广播电台 不断在广播的 他很有力量的 但是他对整个整体来讲的话 他大概没有办法再捅大楼子 他把他自己的那些诉讼 或可能的政治的伤害 可能目前是属于首次作战 那真正的川普的问题 是在拜登就任以后 因为川普主义 或是川普所辽坡起来的 那个阶级的矛盾 穷人跟富人之间的冲突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马斯克讲了一句话 说中国政府比美国政府要好 对穷人要好 这个是不是事实 这是事实 因为中国政府真的在做脱贫 那美国的穷人是 一直不断地成比例地成长地增加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这些人 穷人都是拜登的信徒 所以 不是 都是川普的信徒 那未来才是拜登最大的 头痛的事情 是他内部的分裂跟不团结 好 不管我 如果说这个政治追杀 谈完之后 我们还是要来看看 第一时间有跳出来 封杀川普的 其实是美国的社群媒体 不要忘记 还有这些科技的龙头 他们推特用反暴力这个理由 就宣布永久就 就是移除了川普总统的账号 但是这个德国总理梅克尔 也针对这个事情 有透过他的巴言人 在1月11号 有一场例行记者会 也表达了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他认为说 美国社群媒体 封杀川普的这件事情 开始变成一个 大家都应该要关注的问题 他说言论自由 不应该是由社群老板来决定的 那么介大师 你怎么看 马克尔这个动作 我赞成马克尔的看法 因为事实上 美国现在权力最大变成 变成Zubuk 变成谁掌握 谁掌握这个 掌握这个FB 谁掌握这个Twitter 谁掌握 生杀大权 谁给他这个权力 他是被选出来的吗 没有啊 那么美国这个国家 他是主张 他一向是属于 全百分之百言论自由的 美国的这个宪法修正 第二个宪法修正 百分之百言论自由的 因为为什么 他有历史原因 他说过去有很多言论 在历史上被视为邪说异端的 后来发觉他们都是人类的先知 所以你当代的人 用你的当代的看法去压制言论的话 最后都是造成悲剧 所以他是百分之百言论自由 其实欧洲还是有限制言论 因为欧洲是采联合国的标准 联合国标准 你这种散动啊 或者比如说散动种族 散动这种仇恨的 他是禁止的 美国没有这回事 所以今天不管怎么样 川普还是美国总统 就是一般人 你也没有这个这么大的权力 你用你的社会公器 你今天你企业长大 你都掌握社会公器 然后你用你私人员员 去把你的公器把它关闭 其实是造成整个社会的影响 甚至动乱 所以他们掌握太大权力 所以Murker讲出来这个问题 其实我原来也是有这个看法 我觉得尤其发生在美国 那美国人应该自己看 他们自己的这个政治史 美国人是讲究的是 百分之百言论自由 那川普今天 我不是说支持川普 而是说川普的言论自由都没有了 美国一般老百姓言论自由 不是随时会被封杀吗 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问题 我们发现印度人 在这件事情上的反应很不一样 他们没有关注言论自由的问题 反而是聚焦在印度总理莫迪 突然之间就变成了 全世界推特粉丝人数 最多的国家领导人 想当年推特粉丝人数 最多的国家领导人 是欧巴马总统 全盛时期欧巴马拥有 1.27亿这么多的粉丝 现在川普有8870万的粉丝人数 好像一夕之间要归零 川普一定是很不好受的 但是相信川普很有 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执行者 即使推特脸书不给他发声管道 其他的科技龙头也联手追杀 可是不久的未来 我们一定会在其他的地方 看见川普的声音的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会影 看天下 未来还有更多重要的国际局势消息 以及背后的内幕角力 请您持续锁定 同时也欢迎您上YouTube网站 来订阅以及分享 我是黄宝慧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你的老名皮 没了 是的 Sach Toronto